一 二 你怎么能见他呢 三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人家小伙子还挺帅的 还帅还发朋友圈呢 我看你跟我爸一样老糊涂 你说谁老啊老糊涂的 你跟我跳过我比试一比试 我看你才有问题呢 小湛比周震东靠谱多了 至少他能跟我跳得起来 那周震东行吗 我在跟你说冰冰的事 你扯周震东干吗呀 当初啊 就因为你看男人看走了眼 所以落得你现在孤家寡人的 我看男人的眼神啊 一向比你准 这样的话没得了了 必须了 冰冰已经答应詹姆斯的求婚了 只要冰冰幸福 我们做长辈的就别那么计较了 差不多就行了 这事你必须得同意啊 就当我向你讨债来了 我欠你什么呀 你二十一岁的时候和周震东谈恋爱 有了冰冰 这叫什么 这叫未婚幸运 我有说过你一句吗 这就是你欠我的人情啊 现在冰冰有了男朋友 你支持一下 这事啊 我们就算两亲路 破逻辑 我们舞者的逻辑 要是冰冰跟那个皮皮虾走了 去外国了 你老了 我老了 谁来照顾啊 你别老呢没人陪说事好吧 我既不要冰冰陪我也不要你陪 反正啊詹姆斯这个外孙女婿 我是认定了 你也必须认定 冰冰的幸福 我们必须支持 我们必须支持 就你会踢腿 我也会 你看 我也踢 我踢 好 打定了吗 打定了吧 好 你妈死心人 我没搞到她 宝贝 要不 我今天晚上就留在这里陪你吗 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晚上留下来 我妈知道咱们俩未婚同居的话 明天我就得去普希找你的头 普通找你的脚 我妈底线在哪儿你不清楚啊 也就是说我站着进去横着出来了 差不多那意思吧 行了行了 你别烦我了 我现在头疼得要死乱死了 头疼 我有办法 来 我清醒就好了 清什么清 你赶紧走啊 就清一下 那你别 失聪了 失聪了 我们再布一下了 行了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真的心情不得烦走 让我自己搭 那你早点休息啊 晚安 我发现你最近跳声越来越琴了 是啊 夏天快到了 得保持身材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荷尔蒙现在都满得要溢出来了 闭嘴 闭嘴 你昨天就应该按照我的拉美散步取来 你说你把我丈母娘送到酒店里就可以了 你说你去医院能干吗除了打针以外 太乌了吧你 那是你未来的丈母娘 我知道 爹地 可是你在昨天在雨里的时候 你就应该跟她表白啊 你就应该跟她表白啊 我说不出口 中国人 好面子 何念琴给我打电话 有戏 快接啊 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喂 喂 有事要跟你说 你来医院一趟行吗 呃 怎么了 不方便啊 不方便啊 好 一会儿见 好 那 师爷 我在最后地跟你说一遍 这个时候我丈母娘很虚弱地躺在医院里 是你表白的好时机 你只要跟她实话实说 她直接就喊了 那不一定 爹地 你不行啊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我在后面给你爱的故意 不要老管我娘爸爸 真是怕的 上班去吧 上班去吧 爹地 爹地 爱 还要说出口 啊 你来啦 哇 穿得好精神哪 下午公司有个会 你找我什么事啊 呃 这件事 很难开口的 什么 嗯 关于爱情 哎呀 哎呀 这种事情确实要慢慢说 哎呀 哎呀 这种事情确实要慢慢说 嗯 怎么说呢 我想说 嗯 有些人的性格是比较含蓄 聊起来也有距离 但是 这都是表面哪 最重要的 应该是三观 三观一样了 是最重要的 哦 那当然了 哎 哎 年龄绝对不是问题 你也是这样想的 那我就轻松多了 哎呀 我们哪 在巴西的时候 也算是生死之交 哎 你也清楚我的性格了 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我就喜欢这样的 我喜欢你 哦 我觉得你的个性特别好 而且啊 你这种骨骼均匀的人 已经很少见了 我昨天还发现 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暖男 今天还穿得那么帅气 就像我前夫一样 哎呦 哎呦 真厉害 陈浅 嗯 其实 哎呀不如这样吧 你让我先说完 好 你相信命运吗 当然相信了 那就行了 哎 你想想我们怎么可能 在那么大的巴西 可以碰上面呢 而且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非要让你 卷进我女儿的事情里面呢 哎呀 这就是命运 哎呦 我真的确实是没想到 你想想 曾经 我们还互相自恨 在巴西的时候啊 我脑子里面空空的 根本就没往那地方想 本来也是啊 不就几天的时间嘛 但是来到上海 我们就有很多遭遇 让我们越来越靠近了 我心里面就犯嘀咕了 为什么呢 咱们萍水相逢 为什么你每件事情 都放在心里面 为什么你可以随传随到 最重要的是 我这个人的脾气那么难搞 你还可以顶得住 难能可贵啊你 所以你也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会那样呢 你也是往那方面想的 当然 哎 真的今天你给了我一个 太大的惊喜了 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我要很认真地告诉你 你喜欢上我女儿了 而且想追求她对吗 没问题方舟 我同意 去追求她吧 方舟去 你 caso得不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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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太好了 干什么 快说说 你跟我张母娘是这么表白的 你们这么结婚的 说说 别提了 这么了 你也不会是被拒绝了吧 比拒绝了害恐 没关系 女人都矜持 你多试几次 她总会把她的心交给你的 你根本想象不到她跟我说了什么 对 她说 她太老了 她不想老刘吃嫩草 她说 只有成熟稳重的老男人才是她的菜 她说 她再也不相信男人了 她要打光光 我 难道她说 是你太老了 她其实喜欢小鲜肉 你别猜了 那她到底说什么了 她还给我当张母娘 什么 张母娘 你张母娘 她的妈妈 冰冰的姥姥 她姥姥多大年纪了 她的身体还好吗 她们是不是长得很像 够了 你是不是被这个漫画筒配傻了 这 这是李欢炮 她要把冰冰介绍给我做女朋友 她当我的张母娘 懂了吗 介绍给你当女朋友 真是醉了 我张母娘真的太可爱了 真是 真是太萌了 我张母娘真的 我张母娘真的 你有毛病吧你 她要把冰冰介绍给我当女朋友 是不是让咱们俩开私 她认为冰冰 我真的让你搞晕了 她认为我从巴西直到上海 一路帮的都是为了冰冰 懂了吗 对呀 所以我说我张母娘实在是太萌了 我去写日记 我想告诉脱饼 你神经病啊你 小丁 我出院了 你安排陈律师 明天来我公司一下 张董 我们晚上的饭局在哪儿啊 我去 我的生日 不 不客气啊 何念秦生日 公司成立日 小丁 我知道了 费玉清的生日 太聪明了 费玉清节节好 求求你 你赶紧给我开了吧 喂 喂 什么东西啊 去去去 别别别 别想不想不想不 你别教别教我 我不贪财 你教什么 说错了 说错了 谁 干吗 没有啊 没有 出来 干吗 想弄什么呀 没有啊 随便看看 没有啊 护照啊 没有 你外婆教你的 聪明 你的护照不在这里 你护照在人民银行的地下金库里 何念秦 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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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你说 千万不要想着要去捕领啊 捕领需要户口本 户口本也在地下金库里 何念秦 你真的太有心结了 我可是你的母上啊 从小的时候你就不会骗我 现在跟我玩私奔 等等 什么私奔呢 我可从来都没有说我要私奔 我跟詹姆斯是正大光明的 要奔呢也是名奔 况且现在外公啊外婆啊 还有好多好多人都站在我们俩这边呢 这事他们说了不算 你这人够奇怪的呀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可是教育过我 要听父母的话 孝敬父母 你看看你 做得多差劲 想来这一趟 我和你外公外婆的关系 和你跟我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 说说 打从十八岁开始我上大学了 我就没有花过你外公外婆一毛钱 而且生你的时候 我坐月子也是自己熬过去的 我不是不听你外公外婆的话 而是我有资格独立思考 你有吗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没错 我承认 我打小就花你的钱 花你的钱怎么了 花你的钱就没有独立的资格了是吗 我没有这样说过呀 我是你妈 我养你是我的义务 可这是在你没成年的时候 成年之后呢 就要看你的态度了 不是你说要 我就得给的 何念琴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我走行了吗 我走得彻底可以了吧 早就应该彻底走了 好 好啊 好 好啊 何总 安吉拉的合约就要到期了 你看看什么时候 和她谈一下正式的续约条款 我们还需要谈吗 她都跟我八年了 其实这次我觉得呢 在抽佣方面 公司可以少抽五个百分点 其他的就可以不变了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先走了 好 进来 进来 仙姐 这是招聘HR 按照了集资金经纪人的 音频资料 好 放着就行了 来 去吧 输了 你呀 是不想找工作 我呢 是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我们这就是坐吃升空的节奏啊 要不这样吧 改天你带我去当志愿者责了 可以呀 不过你当志愿者 你得有储蓄的支撑 我以前是有我妈 现在 我已经跟她撂下狠话了 就算我饿死 我都不会回去找她的 其实我呢 对演员经营这行是特别感兴趣 但是想要入这一行吧 有时候引路是最好的咯 我能不能理解为 你是想让我把你推荐给我妈 聪明 其实你妈公司 最近在招职性经纪人 我投了简历 但是我没有工作经验 我怕没洗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 跟着我妈 那就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累死 烦死 还有气死 我就是想让自己累得 没有时间去想男人 不想男人好 一想男人全都是累 是累 是又累 又累 是又累 又累 那我赢了 你 你别走 别走啊 你过来坐嘛 这么巧呀 什么巧 我啊 连着在这里吃了几天鱼丸了 就是为了逮你 今天呀 总算让我逮到你了 找我干什么呀 跟你说说上回 我跟你说的事情 其实你跟冰冰真的很合适的 服务员给我来一份鱼丸 打包带走 多加一份啊 我来请 好的 今天我会帮你约冰冰的啊 来 来 这碗给你吃 不用不用不用 你先吃吧 真的吗 你真是太可爱了 我总是让安琪直接给我打包上来 我就怕你妈冲我笑 不过要我说 我妈的这个计划真的是不错 有一种另辟蹊径 破罐 破摔的味道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从沈哥的脖子穿上去 好 这样子 你知道了 知道以后你会不会吃醋啊 会不会跟我吵架呀 咱们仨关系是不是就破裂了 散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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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跟沈哥凑成一段了 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滚蛋了 我妈终极计划 然后彻底成功 over 真的是非常具有大智慧的一步棋啊 打住啊 别拿我当你们俩过河的棋子啊 你们俩要过自己过去 我听懂了 我张门家真是太聪明了 走啊 我张门家好聪明 没错 这叫将继就继 这 将继就继 嗯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同意我妈的一切想法 顺利地走下去 别啊 我不想你当Shane的女朋友 傻的你 这些都是假的 你用来骗我妈的 等我妈谁没有这个心理防线 彻底放下去 咱们俩就可以远走多飞 去过我们幸福快乐的小日子了 我们就好了 我们就好了 我们就成功了 你都成功了 什么就成功了 你那计划里是不是还有我呀 我还没说同意呢 你肯定会同意的 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谢谢你选了 我们去了美国之后 就没有人打扰你了 对啊 你耳根就清静了 你们三观太不正了 什么东西啊 神经病啊 讨厌 我这个人脑子很简单 你们那么混乱的事情 我不懂 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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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哥 你帮帮我们俩 把我们俩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那银行卡余额快成个位数了 我妈已经给我断粮了 我保证只借用你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我就把你还给你 你真是你妈的好女儿啊 用人的把人用死 你别捏了 不舒服 求她 你们母女俩真是绝配 求她 求她呀 什么 跪着求 我给你跪了 沈 太有诚意了 好 行 行 行 你少来这一趟 真是节操碎裏 别走啊 沈哥 沈 宝贝 你刚说的不是真的吧 你不会真要给沈 当女朋友啊 你以为呢 我听懂了 年轻啊 那个我查清楚了 冰冰是和一个女孩子 一起租的房子 没去詹姆斯那儿 给我听清楚了 别给那个皮皮虾 穿针引线啊 年轻啊 要我说吧 冰冰这事已经这样了 你就 周震东 行行行行 这事我不管 好吧 你当然不管了 冰冰嫁去洛杉矶 剩下我 我爸和我妈 谁来照顾我们呢 我们怎么养老啊 你倒好啊 你老婆那么年轻 可以照顾你啊 你当然不用想了 好好好 我的皇后 你说我就说一句 就能招出你十句 一百句来 这样吧 明天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个饭 你和冰冰好好聊一下 好吧 聊什么呀 每次出来 都是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他说他的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个主意 你这不是胡来吗 你 吼什么吼啊 我回来了 不说了啊 我们的小祖宗回来了 不说了不说了啊 回来了 你叫我回来什么事 从詹姆斯那边回来的呀 我说了多少遍了 我跟朱莉住在一起 是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你先别急 那你还是别说了 我肯定急 你看你看你 我还没说呢你就急了 我看我看我看 我不急 不急 你慢慢说 走吧 你觉得 沈方舟这个人怎么样 什么意思啊 皮皮虾呢 我肯定是看不上的 可是我觉得沈方舟这个人呢 我同意 你同意 对 你不是想把我介绍给沈方舟吗 我同意 可是你那个皮皮虾 不要再提他了 这个渣男 我恨他 总之这件事情你说了算 是 我不想把我发现的 不想把我发现的 这个警察就在阶段里面 还来 有点准备 那人是这样的 就五分钟 不去 好 我上来 你怎么就那么怕我呢 这样不好 有事下班说 什么下班说呀 又想躲着我呀 我今天就要跟你说说冰冰的事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从第一天认识冰冰到现在 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的感觉 你不要再撮合我们俩了 我求求你了 你还想骗我 冰冰都跟我说了 你们吃饭看戏还唱歌了 他在胡说 他胡说的 我才不相信你呢 我跟你说啊 我明白的 升华成一种感情呢 需要慢慢来习惯 我也不习惯 你们的关系突然间升华了 这需要一点时间的 没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心里面的老外 赶走 有你就行了 我只有一个女儿啊 还有啊 他跟我说了 你特别会哄女孩 他说我会哄女孩 怎么可能呢 说正事啊 周末有个局 来不来 什么局啊 我的局 只要你不撮合我们俩就行 你放心吧 别想太多了 我只是想谢谢每一个在医院里陪过我 帮过我的人 干吗非要叫我去呢 他们都很想见你的啊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介绍你给他们认识 我跟你说啊 你没说话 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哎 往里面 往里面 还练武家抬学啊 挺好的 朱莉 你那么稳重 让我觉得非常放心 冰冰跟你住在一起啊 我心里放心多了 哎 如果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告诉我 我帮你教育她 不会的 我俩相处可好了 就差结白姐妹了 哎呦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过两天来我公司报到吧 好 谢谢何总 哎 什么何总啊 叫我秦姐就好了 谢谢秦姐 嗯 好 多喝一点啊 哎 问吗 烦死了 怎么可能啊 这里面有两个男人呢 我爸还有我前夫 你妈可真嫌年轻啊 跟你简直就是童颜姐妹 她平时怎么保养的 这属于我们家族遗传 看坑外婆你就知道了 还真是 说真的 你为什么 不让我跟我妈说 你跟沈方舟的关键 我就是不想把关键弄得太复杂 行吗 没什么不行 没事的 嗯 等哪个大咖呢 说到就到了 嗯 哎 哎 不是 你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 打死你我 哎 方舟 来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啊 啊 无所谓了 哎 来 哎 有件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哎呀 不急不急 先听听我父母的意思 来 我的爸爸妈妈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爸爸呢有一点老年痴呆 但他精神挺好的 哎 哎 哦 这个 别管他 哦 妈妈 你好 妈妈 爸爸 这位就是沈方舟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 在巴西救过我和冰冰的那个沈方舟 那 这样子呢 回巴西啦 对 他已经回巴西了 冰冰啊 嗯 你过来一下 你好 其他人也过来吧 啊 过来吧 我想跟大家说件事情 有杯子的 举杯吧 来 拿着 对啊 我没喝过的 哦 谢谢 嗯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他呀 我们今天的男主角 沈方舟 要不是因为他呢 那天在河边我喝醉酒 就会一直躺在地上没救了 没关系 应该的 谢谢了啊 我和冰冰啊 都是在巴西认识沈方舟的 他这个人非常好 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我们已经相处那么久了 我觉得他非常地 靠谱 好了 好了 冰冰啊 这个消息应该你来说呀 嗯 你给我顺着啊 今天 嗯 嗯 嗯 刚好有个准备 快点 谢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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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干吗 什么呀 妈妈 爸爸 震东啊 你看 他们两个是不是很般配啊 冰冰跟那个皮皮虾 已经分手了 所以现在的对象是 沈方舟 你别闹了 我 我 我 他害羞了 害羞都是这样的 他害羞了啊 妈妈喝 你们喝啊 行了你 就是男朋友了 你站住 你别走啊 你站住 你这个人啊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里面那么多的人 你怎么不给我面子呢 就是随便能开玩笑的事吗 我把你当朋友 我叫你一声情结 你哪个人神经探测到 我能给你女儿当男朋友啊 你不觉得这么搞很乱吗 不就是救急嘛 要是我有其他的办法的话 我也不需要你来帮我呀 我觉得冰冰跟詹姆斯两个人挺好的 我跟你女儿是纯粹的友谊 你千万别再误会了啊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才敢让你帮忙的 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我不想成为你们母女之间斗争的工具 什么工具啊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难听行吗 我告诉你啊 冰冰想拿她的护照 跟那个皮皮虾一起远走高飞 幸好我把她的护照藏起来了 不然皮皮虾肯定把她给带走了 我呀 就剩这么一个女儿 那么辛苦 好不容易把她养大了 我怎么可能看着她远走高飞 不理我呢 还剩下一大堆什么 汤米 迷你 迷奇的 我怎么接受吗 我女儿她 她 她真的是我的唯一啊 我接受不了我 我不可以没有她 好了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了 其实詹姆斯这个人 表面上看着不太靠谱 他骨子里还是很追求真爱的 他很重视后疑 你再去了解了解 我是女人哪 看男人比你准的 外国男人凶险得很 行了 你别说了 对不起 这一忙我真帮不了 我的冰冰有什么不好的 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她呢 你难道你喜欢男人哪 你别胡说啊 我有人了 有人 谁呀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她比我的女人身材好吗 比她有魅力呀 是谁呀 哪个女神哪 我知道吗 我认识吗 说呀 谁呀 怎么了 还你呗 怎么了 去 干嘛想打我呀 哪个倒霉蛋会喜欢你呀 谁呀 是哪一个女神哪 我不相信 骗人的吧 哼 念琴也真适得去哪 念琴啊 你怎么去那么久呢 有那么久吗 跟那个小沈聊什么了 没什么呀 你是想凑合冰冰和方舟好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家里人商量商量呀 听听我们的意见啊 这不是乱搞吗 再说了 詹姆斯有什么不好 就是啊 你说冰冰跟小白刚刚结出了婚约 她跟詹姆斯到底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咱们得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嘛 你现在着急着乱点鸳鸯谱 这不是胡闹吗 詹姆斯孩子优点多多 我和你爸都挺喜欢他的 你说这孩子不但人长得帅性格也好 最最重要的是他能陪我跳舞 皮皮虾有那么好吗 他只是演戏给你们看 你们相信我可不信 他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有 头顶上没有半块遮鱼瓦片 还有啊 兜比脸还干净 满世界跑去做流浪艺人 我女儿跟着他会有幸福吗 再说了 冰冰要是跟了他 肯定会去外国 然后你要见他的话 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你跟我爸年纪多大了 还可以做多少次啊 妈 要是有一天 你动弹不了了 你想看你的孙女 你还要求那个皮皮虾 要看他的脸色 你别指望他会在你旁边 照顾你服侍你 还有你 你当然不用担心了 你有老婆又要生孩子 养老送终的事你不用想 我肯定要想 要不然谁给我想啊 总之父母在 不远嫁 就这么简单 莫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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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请慢用 贺平碧 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吃枝脚的 你这舔一口 你尝一下 冰冰 这多脏啊 这个枝脚天天在地上抛来抛去 猜这猜那 多脏啊 废话 不拿脚踩拿脑袋踩啊 乖乖乖 这么好吃 你看我的嘴型 那哇 赶紧承认我们中国特色 我 我 我不会教的 我 我要把它喊话 这 这 这个叫还蛮好 好吃的啊 完了 出大事了 这么了 我 我今天好像对方舟 一点热情的过头了吧 朱莉应该是误会了 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 还可是方舟前女友 我怎么就给忽略了呢 那你赶紧去解释啊 不要上级无辜了 你怎么不吃醋啊 我当然不吃醋 我吃计较吃什么醋啊 我说的是沈方舟的醋 人家一个前女友的吃醋 你这个正牌现任男友 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你不爱我 左上人爱你了 但是 你说你妈如果给你找另一个男人 我肯定吃醋 现在话没有问题 她不会爱你的 为什么 她有梦中情人 谁啊 谁是她梦中情人 我不能说 该不会是你吧 詹姆斯 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 没跟你开玩笑 到底是谁 赶紧八卦一下 我发过誓 我不能说 这我们男人之间的秘密很严肃 行啊 我尊重你们男人之间的秘密 但是啊 你要是给藏好的 千万别露出扩展 好 我比你 你这样不远 是在上一旁啊 我不想好好 说啊 先把这一盘吃完了 不许浪费 不然吃完再给你点 别浪费 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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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睡吧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能不能把门开开呀 我知道你生气了 你平时不会睡得这么早的 我是真的累了 睡了 朱莉 我跟沈方舟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你早点休息啊 我快撑不住了 别啊 你还没搞定我张工鸟呢 你不能撑不住啊 我说的是平板 许 许 我赢了 比你多一秒也是赢 许 许 冰冰 我的冰冰来了 冰冰 我来给你开门 冰冰 朱莉啊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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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 冰冰 我去喝咖啡 冰冰 你有没有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知道了 你来干什么呢 昨晚我可看到了一场好戏啊 你上次告诉我 你已经爱上别人了 你现在必须告诉我到底是谁 是何彬彬还是何念琴啊 还是两个都爱啊 你胡扯些什么呢你 跟我你就有爱情洁癖 跟他们就老少通吃 你跟彬彬有一腿还在他妈那插一脚 你可真够饿的 你不了解情况别这么乱喷我好吗 我都懒得跟你解释 你又来 你跟我就不想解释 不能原谅不想说是吧 沈方舟 你在这巴西这三年到底干什么了 你怎么成这样啊 母女通吃啊 这是正常人该干的事吗 加姆斯 加姆斯你过来 喝点咖啡 好好说 别喝了些 你赶快跟她解释一下 跟冰冰到底怎么回事她误会了 朱莉 你先喝杯咖啡 我好好跟你解释 朱莉 我不喝 你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把这咖啡 我到这么重要的地方活 我 咱们又结婚了 你别废话 快给我再拿一杯冰水去 是 我先看一下 看看拿水还来不来得及 你 你 你 朱莉 这边请 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办公室 这边呢是办公区 前面呢就是我们河总的办公室 请进 请进 朱莉来了 何总 来 坐 好 我看过你的简历了 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一行 虽然你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呢 你的颜值非常适合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合作性质是 刚开始你是实习生 然后呢再看一下怎么样 我们后面再说好不好 何总 不好意思 我改主意了 我不想来上班了 为什么呀 我的一些私事不方便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个公司的门槛有多高啊 如果进入其他娱乐公司里面 难度是五级的话 我们公司就是八级 冰冰一直都不会干涉我公司的事 而她为了你第一次破例求我 让你来面试 现在不到十二个小时 你居然变卦了 而且不给我钱 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我想知道 你一直是那种 出尔反尔的女孩 还是 你真的有困难 我很想知道 或许我可以帮你 希望你相信我 因为我 我失恋了 这不是借口啊 我没有心思上班了 我不想因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公司的工作 失恋就会思想不集中 脑袋里面一直想着 那个男人是不是跟那个新欢去看电影了 还是在吃饭呢 拉了手还是亲了嘴 还是滚床单 失恋并不可怕 因为失恋可以让一个人更成熟 还有知道什么是爱 但是呢 最可怕的是 这个女人让自己自暴自弃 我觉得你应该让自己更强大 能够让那个抛弃你的男人 感到后悔 他不会后悔的 因为我的情敌实在是 太强大了 他哪里比你大 钱包比我大 从头到脚用的牌子也比我大 他的事业也比我大 他开豪车住别墅 就连他的年纪 也比我大十几岁 老牛吃嫩草 这种男人希望自己变成哈巴狗 被人养着 只有宠物才心甘情愿地被人养着 我看这个男人不要也罢 朱莉啊我跟你说 你要强大一点 让那个男人觉得自己会后悔 最重要的是 好马不吃回头草 姑娘 我觉得你应该抛弃他 而不是让他抛弃你 真的 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让他想起你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怎么会抛弃你呢 而且要相信 你会找到更加优秀的男人 并且 你会找到真正的幸福 哎 跟着我 来 你自己看看 打开电脑会压字 卷起袖子能干活 穿上一拥一只花 偷下鞋子霸王花 无敌可爱大女女 就是我们的小目标 女人要做白骨精 千万别当狐狸精 自己有车还攻防 不管渣男还是贱男 我不要让他们滚蛋 滚蛋 比起经济独立 最重要的是人格独立 有器重感 有成就感 他们才是真正的白富美 怎么样 要再考虑的话 考虑清楚告诉我吧 何总 我要跟他们一样 跟你在一起 那就跟他们一样 叫我秦姐 秦姐 欢迎你 嗨 小丁 秦姐 安吉拉她去电视台的 那个通告材料在哪儿啊 都在这儿了 朱莉 嗯 从这一分钟开始 你就正式进入适应期 下个星期 你跟安吉拉去长沙录制节目 我 我行吗 我都相信你不相信自己啊 嗨 海伦 那是可可 这是海伦 海伦 你抓紧时间 给朱莉做个岗位的基本培训 还有海伦 你负责 和她沟通安吉拉的工作情况 和生活习惯 知道吗 好的 秦姐 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他们 他们肯定很乐意帮助你的 好的 秦姐 秦 你 你这事怎么了 他能这么厉害啊 没关系 我在加州理工学过外科学 我帮你看看 你别动 滚 我帮你看看 我帮你看看 你们在 干什么 我 我在帮她查秘密 秘密 你真正就是复合了 洪德哥 别提了 我不想说这个事 好 你来我家干什么 你怎么进来的 房秘密 不用了 你拿对吧 我又配了一把 你 你别说了 洪德哥 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昨天连你也想出了一个奇招 别说了 肯定不是好招 谁说的 你先听听再说 是不是好招 我是想我要跟她假分手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妈放松警惕 我就可以回去拖护照 我们俩就要出国了 听明白了 这里面好像没我什么事吧 你们俩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千万别扯着我了 不不不 你太重要了 你在我妈那儿的幸运指数特别高 而且只有你才能替我们两个证明了 这事我干不了 好 来 你干什么 你干吗打人啊 你冷静冷静 我手够了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要跟你分手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你跟我分手你还打我 那是亲 骂是爱 你不会跟我分手的 我打你是因为我讨厌你 你走开 我打你不讨厌你 不讨厌你 打死你 你冷静冷静 你冷静 别给我吃 别别别别 你不能打我呢 好了好了吧 别打了 雪儿 你没事吧 雪儿 别管我 干什么 一方 怎么回事啊你 你 还有你 你是受虐狂吗你 你干吗让他打你啊 雪儿 你也不要管 让他出去 让他爽 你赶紧去上班吧 不要迟到了 你放心 家里的东西 我都会保护好的 我还上得了班吗 你这样子能 我打死你 住手 你这样打就会把他打死的 我爱你 我打你是因为我爱你 可是我不能在一起 我好痛苦 你不要痛苦 宝贝 你打死我吧 不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那我们一起死吧 真是个好主意 死了以后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找什么 干嘛 干什么 吓唬我呢 有本事你们俩跳呀 我真是服了你们俩了 在我面前演穷摇戏呢 你同意了 当然了 就这一次啊 快成功了 快成功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痛不痛 我是不是打痛你了 这里刚刚有点痛 锁骨 不是打碎了吧 没有 宝贝 你刚刚打我那么多下 你的手疼不疼 手不疼心疼 我知道 所以我爱死你了宝贝 我也爱你了 我爱你 我们太不容易了 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啊 我爱你这样子 我都快吐了 我都已经同意了 就别在我面前再演戏了 我们这次没有演 是真的 宝贝 是 谢谢你这次帮助我们 我很不喜欢书火 你不用说 你只要把这个交给我张母娘 就可以了 这什么剧情啊 我也不知道 何编剧帮我想的 所以我只能执行 好 我要去布置现场了 辛苦你了兄弟 再见 这什么扯淡剧情啊 好了 我心里的 沈方舟 您怎么来了 怎么了 这是冰冰留在我们家的 这不是我女儿画的画吗 发生什么事了 她在哪儿啊 您那么确定这是她画的呀 那当然了 我女儿我还不清楚吗 她一不开心 她肯定会画画来表达的 詹姆斯这个负心汉 气死我了 来 快进来 快点 快进来呀 怎么了 为什么电话不通呢 女儿啊 你别吓我嘛 你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你在哪儿啊 冰冰 冰冰 你在哪儿啊 你那边好吵啊 听不到 大声一点 詹姆斯出轨了 妈 詹姆斯出轨了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你冷静冷静点啊 妈妈现在就过来啊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啊 妈 你别冲动啊 妈 你快来我等你 你在哪儿啊 妈 你快来我等你 什么你 你说什么呀 你在哪儿 我听不到 怎么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刚才我没想起来 这这 喂 女儿啊 我知道你在哪儿了 好了好了 我现在就过来啊 你等我啊 我等我呀 快点快点 我们现在去过去找吧 不急不急 好 我现在换衣服你等我啊 好 那个皮皮虾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我问你呢 你再跟我说话 我还以为你发微信呢 我问你那个皮皮虾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我不知道 混蛋 我不是说你啊 那你冲着我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 我是想说啊 你有没有看到他经常偷偷地在打电话给 我不知道 他衣服上 有没有一些口红印 还有他身上有没有一些味道 是跟冰冰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问我 脖子上 手臂上 有没有一些牙印哪 有吗 有吗 什么叫有吧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 有 啊 找病病虾 你小心点 开车呢 你别生气啊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啊 你干嘛不告诉我啊你 不是 我说你们盟女俩怎么一个脾气 老冲我发什么火啊 我招谁惹谁了 好 对不起 对不起了 没关系 我女儿就是这样子 从小到大 喜欢谁就跟谁发脾气 幼儿园的时候 她喜欢那个人 她还不停地折磨人家呢 你女儿喜欢谁关我什么事啊 你 你才跟女朋友分手 你就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 看来你啊 跟那个皮皮虾也没有什么两样呢 我喜欢谁了 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我怎么跟那个皮皮家伙是一种人呢 不可能的嘛 我的冰冰 你开快一点啊